各位朋友大家好,這對夫婦厲害了 之前有人說你違規,濫用公屋 現在在直播上打生謀 自爆 我有屈蛇住的,那些署長來過,九萬多個署長來過,查過沒事 自爆自打嘴巴,人家說你違規,你說自己沒有違規 還要說自己曾經一直都屈蛇在這個公屋 換句話說收得啦,這間公屋,不用住啦,是不是這麼厲害呢 如果各位支持,真的收回他這間公屋的話,請給個like支持一下 厲害的,其實可白在直播上搞到河馬一哭二鬧三上條 本身都認真誇張了 本身都,但是想不到他們的言論 可以繼續 每日蒸蒸日上 爆出一些叫做厲害的驚人言論 因為 可白曾經 和河馬兩個 在他們回到內地 之前 河馬還要大大聲說 他們說,我加上這些州,我行得正,站得正,什麼驚呀 我屈袖 屈袖 屈袖 屈袖住在這間公屋,舊會員這麼小 我都不知道你們當是命根 什麼什麼 哇,真是 一次過 炮打司令部 打了所有人 很厲害了 我們都說了,你這麼厲害,你這麼把握 就回去你家鄉 正所謂香港留不住你 當然啦,你這麼厲害,你這麼紅 你就把公屋交出來 但是他又說自己沒有違規 我不怕的,你就查吧 走得正,走得正,怕什麼查 好了 這次呢 為什麼河白會突然之間自爆呢 他真的很厲害 他在直播當中,他到底是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河馬和河白兩個 應該有說的東西又不說 不應該說的東西都說了 在日前早上的直播上 他們很厲害 分享一下回 上午的直播就是一哭二哭三上吊 哭得很可憐,又說撐個兒子,又說成成 必然撐你啦,沒得撐啦 哭到哭哭忽很誇張 流了眼淚 但是 他們都承認了,就說吹 現在吹到說 房署支持他們屈蛇 不是吧,房署支持你屈蛇 什麼料呀 買什麼葫蘆,買什麼藥 支持你屈蛇 是不是真的有這支歌仔唱呢 我都想知道 當然啦 不要說我屈蛇 我們一起跟大家研究一下 是不是在直播當中說了這些說話 當然要 研究一下 當然不要說我屈蛇 我播一條聲帶 給大家 這條聲帶 非常精彩 現在播給大家看看 我們下説 我們下説 先看看 我們下説 我們下説 尊重他們就說真是在查 是的 光亮的公官就叫了下去 查不重要的 管理處那裏 我們又沒有辦法把任何東西 只寫下了 那些字就說調查過了 那些就做了黑心人了 我們現在都在內地寫著 用不著耕你們好白的名字 所以不用這麼緊張 現在講真話 過時了 我就兩邊走的 有時候回到內地 有時候回到那裏煮煮 我就回到那裏煮煮 那兩邊走就不行了 那高官是跟我說的 那裏就跟他講 那裏唱著人家不加名 那我講的 現在還不把他 這是沒有一個人劃逼我們加名的 就是我們跟他說實情況 你又回到內地煮 有時候回到那裏 我還有一份紙紗魚在那裏 那個高官他簽了給我 那一份紙紗魚在那裏拿著的 我在那裏拿著 拿著在那裏 不是說謊的 他說給你拿著 他寫了之後 影印了這份給你的 我拿著這份紙紗魚在那裏 拿著手機營單 我那本影印了 我來那裏給你影印了 我放在我家裏 那兩位高官已經沒有影印了 他叫我拿著手機營單 他叫了他的房屋 收到那裏 那個法治署那裏 他叫那個同事 你影印 你給學生的 你份上大象給我老闆底的 清清楚了說真話的 那這個高官 那裏有三位官員到我家裏 那裏就分一下我們兩項口紙 分一下 我也問了一個多小時 那我對她屬實 說話就 是啊 你們問了 就是做 六口公時 brothers 大約每五項紙 我就三項紙 三項 真是拂映了 到了這個位置聽得很清楚 又高官又說別人支持他 又說沒有問題 不說了 不說他了 一會兒又怕死了 好像乃所招招一樣 一哭二鬧 三上調 現在出現說別人政府方面 又說高官 香港哪位高官 可不可以說來聽聽 究竟哪位高官是支持你 不需要加名屈蛇 香港房署署長有多少個 以我所知只有一個 房屋局局長我也只有一個 兩位都是女士 他說有三個 四個還是很多個呢 剛才你聽到她說 她們兩個就說 你等我說 你等我說 我張紙還在這裡 張紙還在這裡 有證據確鑿 讓我這樣屈蛇屈 當然 其實之前房署在本月初 回覆媒體 我看到大公文匯都有報道 說房署證實可白 並非公屋住戶 沒入住資格 那你怎麼說 可白現在就爆房署 爆高官 你說高官 他自己這樣說 高官 準許的 高官特準 你喜歡敢住就敢住 第二件事 他說他們長住內地 其實幾個問題 長住內地 即是公屋沒用 那你就偷出來 收回 第二件事 之前房署也說到 根據羅淑貝 羅署長 他說 可白從來都不是公屋住 不應該在公屋居住 其實某程度上 這件事件 其實當局已經重新告訴可白 沒有 你不應該 你沒有記錄在這裡 你不應該住在這裡 但是你看到他們兩個在直播上 言之鑿鑿鑿 誘正有據 說到 哇 我拿著很多東西的 他們批准的 又說審 審犯 你兩個 被審 一個審了五個小時 一個審了三個小時 你們要用 用口這些字 用口這些用字 不是審 是問 真是審 審犯是有的 哪有審 你說自己犯罪而已 傻啊 所以其實你一言我一語 兩個都疊了字 都算了 沒關係 但是你現在這樣吹發 其實某程度上 究竟誰說謊呢 好了 不要理一下可白自爆那四百五十萬 暗 你說暗就好 明也好 明是暗事也好 都不是他自己的時候 某程度上 兩功妥 現在是不是真的一起作故事呢 如果是的話 那就真的糟糕了 你收公屋了 你老屈喔 那他是不是真的得到高官的認可呢 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他們兩個說話呢 永遠升大十倍 職員就職員喔 你總是說官員 不知道呢 個個都叫官員 好了 官 即是說官 准他 你可不可以說出哪個官 可白又說不 又說不定 我要保護他 哇 你即是怎樣 暗示怎樣 暗示官員是 即是叫做 違規啊 即是特准啊 即是做一些事情 不見得光啊 即是要保護他 不要爆他的名字之類 如果是好事 要不怕被人知道 更加要拿出來說好事 我說的 你不是喔 你這樣說 你是不是想借一些意呢 連官員都被你繞起來呢 我覺得這件事呢 瞞不住了的了 你既然玩到這麼大 你說到白紙黑字的 其實很老實 我相信羅署長 其實整個房署 現在這一刻都已經每天收到大量的 這些叫做投訴 舉報熱線 被人打爆了 我只是說到河馬這件事件 你說不做事是假的 其實之前羅署長他自己都這樣說 第二樣方面就是 你現在一再 一而再 再二三 三而再 哇 不停的 不停的 瘋狂 爆這些資料出來 我傳了一個心的話 如果是這樣的話 個個有樣學樣的 得了的 那房署要解釋的了 羅署長要解釋的了 會不會說到時候真的是這樣的時候 我覺得兩方面看 一方面 你如果是真的合情合法合理的 沒問題的 那就解釋了 基於什麼標準為理由 那為什麼可以呢 那你釋除公眾的疑慮也好 你說不是啊 他老作啊 老屈啊 那就更加要出來闢謠 是不是啊 你如果是這樣的 個個有樣學樣 她兩個都可以啊 為什麼我不行啊 但是當初你們自己說說不行的 一定要加名才行的 無論 說到可伯是結婚了 尤其是何太 何馬 你的婚姻狀況有變 你是需要申報 向房署申報 告訴你最新的婚姻狀況 你改變了 因為涉及的是計算資產的問題 原先可能是計算他和他的兒子的 好了 突然之間你多了一個老公啊 我怎麼知道你的老公是羅伯曼啊 還是什麼啊 原來有錢是富豪啊 認識了伊朗馬斯啊 全球首富啊 這麼厲害啊 被你埋到去啊 不用哭啦 是不是啊 不用流眼淚啊 為何吊眼淚啊 不需要啦 那你更加不需要住公屋啦 別人這麼有錢 是不是啊 那你會計算這些數嘛 如果個個都是這樣的 怎麼得了呀 重成世界的 啊 哦 啊 喔 空閑就 喂 你當真是啊 他已經呢 他當公屋已經不是一間公屋來的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 公屋算的是什麼啊 我們現在長期回內地住啊 你剛才聽到可伯這麼說 河馬也是跟著他一起 既然當公屋是一間旅店的話 不如你們出去租酒店 不要留在公屋 留在公屋給有需要的人 所以這件事可以看到他們兩個說話一塊塊 不要說別人誣,你們自己說 基於防署方面的回覆 加上你們這樣說 換句話說 究竟誰扯貓尾 究竟誰在說謊 我自己覺得這件事 要繼續這樣搞下去 一定被人查 一定到時候不是查這麼簡單 一定會被人審 你收回公屋的時候 就不要哭暈 你們自己說 你們自己爆,大爆 你們自己直播上大爆 你們成為情堂證供 沒有人誣你 又沒有人拿著把刀叫你說 你們自己開個直播 是不是 之前 他都已經 為什麼我說質疑 哪有高官呢 又說自己兒子 找二十幾萬一個月 又說警察 又說高官 二十幾萬 那你就不是高官的吸收 現在又說房署的高官 和你聊天 又說什麼 什麼都高官 你真是 難怪了 你這麼威風 現在不怕死 是不是官場有人特別不同 這件事 我覺得 真的 你本來政府也好 或者這些所謂的家庭事 你們的花生娛樂 花生也好 你當社會新聞也好 政府也不會怎樣去涉獵 連羅索佩都出聲 家欣就說這件事 他們自爆 討論熱度那麼高 不搞你搞誰 沒有辦法 這個事實是 你這麼高調 你犯法還要高調的時候 不打你 打誰 所以這一次 隨時被人收回公屋 那你就不要在這裡哭了 到時候 欲哭無淚 沒有用的了 哭也沒有用的了 哭也沒有用的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 是否應該要收回公屋 也是的 回到內地發展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 拜拜 拜拜